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 美国田纳西州有一个种植原主 名叫杰克汉森 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 美国田纳西州有一个种植原主 名叫杰克汉森 同大多数种植原主不同 杰克汉森一直保持着中立的立场 而田纳西州虽然名义上宣布了独立 但实际上很多种植原主 都在私下里支持南军 这也让北军对田纳西州的百姓 无比的愤恨 有一天 杰克汉森的两个儿子出去打猎 却被北军当成了 经常偷袭他们的丛林狩猎者 在长官的命令下 杰克汉森的两个儿子 不仅双双被枪毙 而且尸体还被拖到街上 适被游行 杰克汉森已经60多岁 但愤怒的火焰 还是燃烧了他的权势 经过几天的反复思考后 他决定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复仇 在开始通手前 他将自己的家人全部送往外地 然后让人改造了他的猎枪 虽然杰克汉森没有参过军 但多年老猎人的经验 足够他对付那群星兵男子 经过长达半远的追踪 杰克汉森终于找到了 杀死两个儿子的那支军队 他先是杀死了下弹命令的中尉 然后又射杀了将儿子头颅 放在门柱上的士兵 接下来这支队伍中 总有人被莫名其妙地暗杀 当地130名士兵痛苦地闭上双眼时 对死亡的恐惧 笼罩了至至9000多人的队伍 指挥官也承受不住这种压力 如果在与南军交战前 被恐惧压垮 那整支队伍就算完了